分享一些緬練的事情 好,那其實一開始在準備這個講座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到底要取什麼樣的名字才好 我想了好久,想了很多 然後最後呢,剛好因為我在看一本書叫做 《村上春樹的你說遼國到底有什麼?》 那那本書 它評價有點兩極,但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那它就在講說村上春樹它在旅行這 好幾個城市跟國家的一些隨筆 就是隨筆跟像是紀錄這樣子 然後他為什麼會只取遼國呢? 他就講說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在越南旅行的時候 當地越南人就問他說 你接下來要去哪裡? 然後他就說他要去遼國 然後他就很疑惑就說 遼國,遼國到底有什麼? 遼國有什麼東西是我們越南人沒有的呢? 然後村上就說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那邊有什麼 所以我才要去啊 就是我要去追尋一些什麼 所以我才要到那個地方去 對 然後後來他 他就從這個問題開始去思考 去思想說 欸對,每個地方他都會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特色 這理所當然的 那每個地方也有不同的樣子 就像我們每個人的人生 會有不同的樣子一樣 那當你想要去追尋什麼的時候 你就去看 就是現場去看 然後去感受去經歷這樣子 那另外呢 也是因為我從小到大 就是當別人知道我爸爸來自緬甸的時候 就很好奇說 欸緬甸? 緬甸到底有什麼? 緬甸有什麼好玩的嗎? 那小時候當然就是說 欸緬甸可以吃什麼南疤 吃麥嘎 然後或者去哪邊玩看大象 看大象啊什麼的 小時候就有這些記憶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就是我小學六年級那一年 然後我回緬甸 然後那年去的時候 故障帶我們去看白大象 那你們知道白大象在那個 泰國跟緬甸那邊 是一個神聖的象徵嗎? 他絕對不是放在那個 動物園裡面給大家看的 絕對是放在那廟裡面 他們春金帶銀 然後大家會拿東西去 供奉那些大象們這樣 那那時候當然我們就觀光嘛 就去看了一下 那我就覺得好新奇喔 從頭到頭只有看過那個 林望爺爺 然後玩在動物園裡面 灰灰的 然後沒有看過白色的大象 就覺得很酷 那我回去之後 我就開始跟我的朋友們宣傳 對尤其是 剛好那一年暑假 我們教會要去那個緬甸參加 去短宣參加福音隊 然後我就跟我們教會的老師說 我跟你講喔 去緬甸一定要看白大象 白大象很厲害耶 台灣都沒有 緬甸才有 然後一直講一講 講到最後那老師叫我白大象 所以 我從小學六年級到國中吧 我忘記國中國二還國三 我的綽號 就有一陣都是被叫白大象 尤其是那個老師 他叫我白大象 然後 或者是我在寫東西的時候 就一定要畫一隻大象 這樣 我覺得好像是我自己的象徵 對 然後 講到這邊就覺得 對 很多人都會問 會很疑惑說 欸 到底緬甸有什麼 其實就算 你不管沒有去過哪個地方 都很好奇 那個位置的地方 到底有什麼 那我想說 在場應該有 大多數人都沒有去過緬甸 但是 或許可以 在今天的小小的分享當中 我們可以稍微 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地方 那未來有機會的話 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 你們去旅行的一個 一個國家 好 那先來小小的自我介紹 我叫許施美 那安傑拉的話呢 是 欸 我從大學 打工的時候 又開始有人叫我英文名字 叫Angela 然後叫一叫變安傑拉 那現在呢 就是有時候 我在寫東西的時候 它是我自己 為自己 發明一個筆名 這樣 所以如果你在網路上 或是哪邊 看到有這個名字 應該就會是我 這樣 那我目前在一個 呃 旅遊集團的旅遊媒體公司 擔任編輯家企劃 那 我的工作還 自己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 我每天就是在網路上 找很多跟不同城市 不同國家相關的 旅遊相關的資訊跟資料 然後把它 匯整起來 然後分享給很多的人 那 我自己也覺得 嗯 在過去其實 我的心裡面一直會 很 有種憧憬 就會覺得 我也想要像 之類似一樣 好像可以去很多地方 然後去國外看一看 去外面走一走 但是我一直沒有這個勇氣 但是 自從 我開始做這份工作之後 我不僅在每天的工作當中 可以去 真的像神遊世界各地 我也真的自己有 開始有機會 能夠到不同的地方走一走 也打開了我這個勇氣 那 也因為這樣 我就會想說 當我去的地方 我會很想要介紹那邊的好嗎 那些有什麼好玩的 然後感受到什麼 我看到什麼 但是當我回頭去看 緬甸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突然間覺得好像 我講不出一些很深很深的東西 因為我從小到大回去 就是 玩 吃 然後 沒有那些很深刻很深刻的 文化上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影像 我就覺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 當我們今年 就是再回去緬甸過年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台相機 然後 我就好像把我 那時候的細胞打開一樣 然後我想要好好認識這個地方 去瞭解這個地方 那我回來之後也寫了一篇文章 剛好被平清看到了 對 所以就今天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 我目前的話 如果要看我寫過的東西呢 可能要到這個網站上面去看一下 因為我目前沒有自己的 那個個人的專業這樣 對 那我現在目前的 我的作品都放在那個 我們家的網站上 新旅遊 好 那接下來切入正題 想問問大家 那輸到緬甸你們想到什麼 白大香 白大香 謝謝你喔 還有咧 蛤 哪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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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緬甸奶茶 等一下大家會喝到 我們都現在準備了 請大家給我們一點時間 OK 謝謝你們 我想大多數人會 對緬甸一開始有印象 應該是因為這個人 剛才書記 對 我覺得從 從以前 聽 以前很少很少聽到那個 有人提到緬甸 但是自從他越來越有名之後 我覺得好像緬甸這兩個字 在新聞當中越來越常出現 那其實歐山書記 他的爸爸 算是緬甸的國父 怎麼講呢 因為緬甸之前是被英國殖民 大概六十年 我記得五六十年這樣 那後來他爸爸就是爭取獨立 然後獨立之後 緬甸就從英國就是切割開來的 所以他爸爸算是緬甸的國父 但是他之後被暗殺 那暗殺之後歐山書記 就被他媽媽送到英國去念書 那念書之後 他就在那邊結婚 生小孩做家庭主婦做了 我記得是做了好十幾年這樣 那後來有一天他媽媽在 在1988年我記得 他就中風生病 他就回來照顧他媽媽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開始參與 發現緬甸那個時候是被那個軍政府統治 就是基本上人民是沒有 沒有什麼民主的權利 沒有民主然後沒有發聲的權利 然後他就很想要去為緬甸的人民去發聲 所以他就留下來 然後留下來想要來為他的國家做一點什麼 但因為他那時候就成了政府的眼中釘 所以他就被軟禁在家裡 軟禁了十五年 十五年都在他們家 都不能出去這樣 那這個十五年當中 他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去領 然後他的先生也在這十五年當中過世 所以等於說他這個人的 這算是後半輩子吧 就全部都獻給了這個國家 好 那看一下這個 這個影片 那歐山書記有兩部電影跟他有關 一個是以愛之名 就是楊子雄演的 大家應該比較熟悉 那這個影片的話算是紀錄片 那他比較多一些真實的片段 那雖然沒有實際 沒有實際訪問到太多歐山書記的本人 但是他有很多他的朋友們 對他的一些評價 或者是一些闡述這樣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他的先生 是不是 好 好像網路沒有很好 沒有關係 大家回去可以看 可以找一下這部片 這部片叫那個 《無味的女人》 欸?有了有了 找這個 找這個影片 《無味的女人》 《無味的女人》 對大金塔 對大金塔 應該算是緬甸的地標吧 就是台北有101 然後巴黎有巴黎鐵塔 那緬甸就有大金塔這樣 對 然後 因為緬甸是個佛教 佛教的國家 沒有85%的人 都是屬於佛教徒 所以他們在緬甸有非常非常非常多佛塔 那其中以陽光的大金塔最為有名 那再來就是很多的和尚 那緬甸被稱作萬塔之國 也被稱作聖女之國 就可以知道他們這個國家的聖女跟佛塔的那個比例有非常非常高 好 那我先從最簡單的講起 大家都知道緬甸在東南亞吧 知道齁 知道好心喔 好 大家都知道緬甸在東南亞 東南亞的哪裡呢 好 緬甸在東南亞的最西邊 有沒有看到 旁邊這個很大的一塊 他的旁邊是泰國 然後 左邊是泰國 然後右邊的話是印度跟孟加拉 然後上面的話是那個雲南 中國的雲南 那緬甸有一條非常有名的河 不是美工河 是伊洛瓦底河 他從這個地方流流流流流 從大概西藏那邊我記得 西藏那邊流 然後流到緬甸的下面這邊 然後流進孟加拉灣 那這條河呢 被稱作緬甸的母親河 然後他從 就整個貫穿緬甸這邊吧 然後 他的出海口呢 就形成了一個非常肥沃的 很好的土地 那那個地方呢 就是陽光 那陽光離台北多元呢 其實不遠耶 大概只有四個多小時的時間 那 我們暑假啊 或者是夏天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去曼谷玩 曼谷在那邊 其實會發現曼谷跟陽光 只有差一點點的距離而已 但是 好像沒有關掉 但是大家對於緬甸的熟悉程度 好像比曼谷低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 當他慢慢開放的時候 然後 這裡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值得 你可以去的一個地方 所以下次有機會的話 可以 從台灣直飛到陽光 大概四個小時 然後 機票的話 我記得也不太貴 大概我們過年回去 大概一萬五一萬六左右 就有就有了這樣 那關於緬甸的三個小小時 現在就要請大家的行行腦 來回答三個小問題了 好 知道了 已經知道了不可以說 欸 這樣對嗎 好 請問 緬甸有三個很有名的城市 從北到南是 曼德勒就是瓦城 然後再來是奈比都 再來是陽光 瓦城的話 大家應該常常聽到瓦城吧 就是那個賣泰式料理的 瓦城不是在泰國 是在緬甸喔 呵呵呵呵 對 不好意思我打的差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杯子 在後面 好 所以如果有需要奶茶的人 可以自己去拿嗎 對 然後可能要再麻煩大家坐近一點 因為可能後面有一些遲到的觀眾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都有位子可以坐 沒問題 大家可以擠一點沒關係 然後可以靠我近一點OK 然後後面那個還有電子的地方 就是電子都可以坐 所以 大家自己自己 好 好 自己自由 舒服就好沒有關係 隨便走 你要躺的都可以 好還沒回答問題 這三個 大家來猜一下 哪一個是緬甸的首都 目前 誰是奈比多 奈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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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是奈比多呢 好 我們先講一下瓦城 好 瓦城是緬甸的第二大臣 那緬甸第一大臣是陽光 也是緬甸之前的首都 那在2005年的時候 有一天 突然間 他們就遷都了 是突然間 那至於為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連緬甸 他們當地人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遷都 那有些人說 欸可能 有些人說 也許是因為 那個政府啊 因為它那個首都 是在海邊嘛 他們會怕 那個美國的海軍啊 他們從這邊去攻擊他們 所以就遷都到比較內陸的地方 那奈比多 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奈比多 是一個叢林 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 之前是完全沒有人居住的 所以緬甸的政府呢 他就在這個地方 大興土木 花了1200億台幣 然後把那邊打造成一個全新的城市 就很像巴西利亞一樣 就是完全 從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 變成一個全國最新的城市 是很神奇吧 哈哈 對 然後他們蓋了很多很漂亮的花園 很漂亮的房子 然後把所有的總統服務行政單位 全部都遷過去 但是呢 那個地方是一個空城 就是因為它太平僻了 所以沒有人住在那邊 他可能有一些工作機會 然後有些人會去那邊 嗯 去那邊工作 但是基本上那邊沒有什麼太多的人 所以有人都稱他叫鬼城 就是這樣 對 這是一個非常離奇的 非常不能說離奇 非常神奇奇妙的一個故事這樣 好 那猜猜看 第二題 你們猜緬甸的國旗是哪一個 最左邊 中間 最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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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 好像有換過 沒錯 太聰明了 但其實這三個都是 哈哈哈哈 這三個都是 從左邊 從左邊開始講好了 這個藍色呢 是緬甸它之前 被那個英國殖民時期的時候 所使用的 國旗 那中間這個是使用最久 是大家應該說 最熟悉的國旗 有沒有覺得它跟我們的國旗很像 超像的吧 那這也有個笑話就是說 因為台灣人 台灣的一些運動賽事啊 我們不能拿那個國旗出來嘛 會被對岸的就是炮紅 所以呢 他們就拿緬甸的國旗 哈哈哈哈 假裝是台灣國旗 你又不能拿我怎麼樣 對不對 對 還蠻好笑的 那這個國旗呢 它其實 是緬甸使用最久的國旗 從它獨立到 獨立到 200 就是你差不多千多的那個時候這樣 那它旁邊有一圈 有14顆星 代表它14個幫 然後有一個齒輪 齒輪代表工業 然後中間的那個玉米代表是農 也就是工農合一 那 從左邊 中間這個旗跳到左邊這個旗 是為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哈哈 也是有一天 就是他們要換國旗 然後就換了 對 啊有些人說 是因為那個政府 他們相信占卜 那占卜是說 如果我們繼續用中間這個旗 對國家不好 所以要換國旗 所以就換了這樣 那到底事實是什麼呢 至今還是沒有人知道 對 就是一個神秘神秘的地方 好 那最後一題 請問緬甸的英文到底是哪一個 是Burma還是Memma 都對 都對 都是 對 沒錯 大家一定最有騙的 對 這兩個都是 那其實 原本的那個 原本是Burma 那Burma的話 它是 緬甸 算是 從殖民以來 就是 英國人都這樣子稱呼 緬甸叫Burma Burma 那Burma的話其實是 緬甸最大的 民族 緬甸總共135個民族 很多 中國十億人 他們才 五十 還六十幾個民族 但是緬甸 五千三百萬人 他們就 一百三十五個民族 是官方的 還不含那些 就是非官方的 一些民族 這一個 名字去代表整個 緬甸覺得好像 嗯 好像不夠 對 所以他們就換成另外一個名字 叫Memma 那Memma它也是 緬語的緬甸 直接音譯過來的 對 所以你在 緬甸跟別人講 Memma 他們就知道在講的是緬甸 就是緬語這樣 好 那這個小小的 算是正式的 政治的小故事 因為 在 在上次去看那個 英文 聽新聞英文 的時候 對 你就可以去聽一下 他們用的是Burma 還是用Memma 因為呢 在官方 雖然是用Memma 但是很多 像是反對 反對原本軍政府 像是歐山蘇姬 或者是一些 國外的一些反對勢力 他們會用Burma 那歐山蘇姬是覺得說 你根明 又沒有跟緬甸的人民討論 然後你也沒有讓大家去選擇 你就說變 說變就變 那當然不只這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他就堅持 就是當他 在 就算在官方場 他也是用Burma 來形容他的國家 那 很有趣的是 像是歐巴馬 他之前去那個 緬甸跟歐山蘇姬 見面的時候 他就 在跟他談話的時候 他就用Burma 可是他當在官方的時候 他就用Memma 所以 有人就是說 如果你聽 聽他用Burma 還是用Memma 就大概知道他的政治立場 這樣子 小小的故事 好 那再來講到一個 緬甸人民的生活中心 就是他們的宗教 剛剛就說他們的宗教是佛教嘛 那我們家因為是華僑 那我們家的話是 大概第四代 還是第五代 忘記了 反正一直都是基督教這樣 那在緬甸呢 其實大多數的人 85%的人 他們都是信 信仰的是佛教 那他們信仰的是小聖佛教 跟台灣的人 剛剛台灣是大 不太一樣對不對 不太確定 好 不要多說 那緬甸的有一句話 他就說 廟宇多 佛塔多 然後和尚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非常非常多人 信佛教就算了 台灣其實也蠻多人 信佛教 那為什麼會只有 只有緬甸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給你的印象呢 因為他們人民都非常非常 非常的虔誠 怎麼說呢 他們雖然身上的 你看到在路上啊 緬甸的人民 他雖然 人喜歡穿得很鮮豔 但至少 但也很少會穿金帶銀 他們雖然在 國際排名間 去看他們的GDP 其實是很 其實是不高的 但是他們非常非常願意 把自己不多的所得 去奉獻出來 就是所謂的不實 我覺得這已經有點內化到 他們的心裡面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家 我們家族基本上都是基督教 然後包含我的鼓掌 那這一次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跟我鼓掌去那個 就是大金塔那邊晃一晃 然後 我們就 晃晃的時候 因為裡面除了有很多觀光客 跟朝聖的人 有很多的那個和尚嘛 然後有個很老很老很老的和尚 他就 也不知道是很可憐 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拿著他的那個碗 撥 對 然後那個 鼓掌他就過去 然後拿錢給他 然後我就 疑惑了一下 因為在我的觀念裡面 我知道每個人的觀念不一樣 在我觀念裡面就是 我們不太會去給和尚他們錢 我說鼓掌你怎麼會給他錢 他說他很可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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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那麼久 他做那麼辛苦 他就不給他一點錢嗎 然後 我說哦 好了解 所以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 這已經不只是一個宗教 信仰上的一個 習慣的布施 更是他們那個 內化在他們心裡面的一個 很 很願意為人付出 很願意付出的一個 習性 習慣這樣 對 那在緬甸呢 佛塔都賣廟很多 怎麼樣 有什麼樣的感覺 像我走到陽光路上 大概走十分鐘 你可以遇到一間像這樣子的 小小的廟 就是這樣金碧輝煌 雖然我不是很確定他 是不是每一間廟 真的是全部都是用金子 像那個大金塔一樣 都是用金箔 但是幾乎每個廟長 都是這樣 就靜靜的這樣 然後 除此之外呢 他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和尚 什麼樣 有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 例如說 因為我很喜歡在路上拍路人 但我在路上想要拍和尚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走了很快嘛 走過去 沒拍到 沒關係 等三分鐘就有下一個 不用等太久 很快就有下一個會來了這樣 然後 不管你怎麼走 四面八方 你眼睛張開你一定 至少會看到一個和尚 這樣 就是這種感覺 那這個的話不是和尚 這個是尼姑 他們的尼姑呢 穿的是粉紅色的衣服 然後會有個橘色的袋子 我覺得其實還蠻好看的 對 那他們就會抱著一個小小的波 然後到很多地方去 那叫什麼 布室 畫圓 畫圓 謝謝 去畫圓 那他們的男生呢 男生就是穿這樣 是紅褐色的這樣 紅褐色 然後這樣整個布這樣把自己包住 那 那 緬甸人呢 男生一輩子 一定要出家一次 但是不限天數 怎麼說呢 就是 我每天的朋友說 他們 同學啊 小學的時候 有可能大家放暑假嘛 放暑假呢 就會有幾個同學 他們去出家 出家一個禮拜一個月 然後 開學之後就 還 還 還 對 對 所以就是你可以出家一個禮拜 你可以出家一個月 出家兩個月都可以 隨便你 反正你一輩子要出家一次就對了 對 是當地的緬甸人 但是因為有些 華僑什麼的 就 比較不會受限在這樣子的一個習俗裡面 嗯 那剛剛說 緬甸人民很 願意不失 你看這個 女生就是 他們去 化園 對不起 就化園的時候 通常我在台灣 我的印象當中 有 常常會有些和尚會站在那個 捷運站門口 對不對 但我覺得 去 真的去投錢的人 我也有所看到的是 比較少的 但是在緬甸基本上每一個 每一個和尚 他在化園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願意給 像我們在那個 早餐店吃早餐的時候 他走進來 就有些人會給他錢 然後 攤小攤飯的話 就會包一點自己的食物給他 這樣 其實這個現象非常非常的普遍 那 在緬甸的時候 在緬甸 和尚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樣 所以大家都非常尊敬他們 對 所以 這就是他們 一直來的習慣 這樣 那因為和尚很多 所以呢 在超市會看到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就是你要出家的時候 你可以去超市 先採購一下 然後再出家 我覺得超有趣的 對 我那時候又經過 欸這什麼啊 他說喔就是那個啊 和尚他出家要用的東西啊 你看什麼都有 扇子 然後還有那個駁 然後還有下面那個也是扇子 然後旁邊 我剛剛我有拍到 就是還有那個衣服 整套這樣 搞不好還有打折 對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所以就是 隨時想出家 你明天要出家 今天再來買都還來得及 好 那接下來講講我們在 陽光的生活 我是中間那個 我自己覺得很可愛 這的話是我在 陽光的舊家 旁邊那個黃色褲子 是我堂哥 然後其他兩個是 我已經不認識的鄰居 對 那我們家 因為我看到那個 明天的房子都是 嗯 舊一點的啦 就是他的大門都是這樣 拉開的 然後就是一個鎖 鎖在那邊 那基本上呢 平常 除非是晚上睡覺 我記得這個鎖 是很少鎖起來的 門的話差不多就長這樣子 就是都會開一點開一點 所以其實你經過 每個人家門口 就大概知道裡面的人在幹嘛 這 就是這個會變成什麼樣的習慣呢 就是大家 鄰居跟鄰居之間的感情都很好 然後就很近 像這樣子 旁邊的是我 宅宅 然後就是我們家鄰居 那時候應該是 我不知道我在不在 應該應該在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家隔壁隔壁 我們家在這邊 然後就是我們鄰居在這邊 那他們有時候就是會走過去那邊 串門子啊聊天 他們最喜歡的 那他們其實要去跟別人聊天 也不用特別 約時間說 欸我等一下下午三點半去找你 喔 不用 我們就走過去跟他們 欸你在家喔 我等一下就找你聊天 然後好然後就過去這樣 其實我們這一次回去的時候 然後我有跟我姑姑就是 也去隔壁拜訪了一下 大概就像這樣子 對 那時候我們就是經過 經過就是我們隔壁隔壁的奶奶 然後 我們就經過一下 然後姑姑就說 欸我等一下去找你們喔 然後他就我說你要不要去 我說好啊 就跟著去 去了之後雖然我完全聽不懂 他在講什麼 但我就看了他們這樣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他們就是聊聊天 然後可能也很久沒見了 就是聊聊天 然後 我就看他們家旁邊 其實 你就看到他們住的房子 基本上沒有什麼沙發 之類的 他們很傳統的房子 就是這個 木的地板 然後就 也沒有什麼椅子 可能後面有餐桌 然後 睡覺的話 通常就拿一個棋子 竹席就放在地板上 然後就直接睡這樣 就是還 就是很涼寬 很舒服 對 好 那講到陽光的生活 就要講到我們家 這個 我不在裡面 但我爸在旁邊 我爸真的穿吊帶褲的 他現在坐在後面 對 然後中間的話 是我爺爺跟我奶奶 這樣 然後這是大概 嗯 好久好久以前了 旁邊這個 頭髮非常酷炫 是我姑婆 這樣 好 然後從我們家講起 先講到我奶奶好了 我奶奶的話 他是緬甸的克倫族 緬甸有135個民族 那其中第三大的就是克倫族 那克倫族 其實下面還分了很多支派 其中 一個就是那個 你們最熟悉應該是長頸族 大家知道嗎 就是博鎮 逛很多金區 泰國有 然後緬甸也有 緬甸中部那邊也有 那他是克倫族的其中一個 小小的小小的派別這樣 那 我奶奶他是來自克倫族 對 然後我爺爺呢 我爺爺是來自福建 對 那他 應該說 在過去我對我奶奶的印象很淺 因為小時候回去 然後 我奶奶 我奶奶只會講 緬甸話跟台語 然後我台語就超爛 我真的一句 幾乎都不會講 然後聽了只能一聽 就是一知半解這樣 所以我基本上 我跟我奶奶不太 能聊天跟溝通 可是從大家 對他的 描述來講 我知道他是一個 很熱心 然後很好 很親切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他的人 那我記得這一次 就是我們家剛好 換 請很多鄰居們吃飯 然後我記得他在門口的時候 我就找到聊天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們家請了好多個人 他說快一百個人 就來來去去快一百個人 然後他就說 裡面這批在吃飯啊 都是我們家的鄰居 然後他說鄰居 嗯 我爺爺他都不熟 我奶奶最熟 但是我奶奶已經過世了這樣 他說他是因為奶奶 然後才請他們來的 他就說你知道嗎 之前他很想要搬家 因為我們家住在比較鬧區的地方 然後就很吵 我爺爺比較喜歡安靜的 可是因為我奶奶 他整條雞都認識 每個人都認識他 所以他捨不得搬 你知道嗎 所以 就一直住一住 然後住到現在 所以可以知道我奶奶 是一個人員很好的人 所以當我聽他講 就覺得 好可惜 我沒有好好認識我奶奶 可是 我還有機會認識我爺爺 所以我這次回去的時候 我就很 一直跟他聊天 雖然我同事一直慫恿 我去很多地方 別的地方玩 但我剛剛講說 就是 還是想要好好的待在爺爺旁邊 然後聽他說 他的故事等等 那果然這次爺爺跟我分享很多 那他就講到說 他之前 為什麼會到緬甸來 因為之前 他說他在初中之前 根本不知道 錢從哪裡來的 因為他們我們家是五代同堂 然後家裡非常有錢 然後他就是一個過人富裕的生活 但有一天爆發一件事情 叫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因為 因為他們就要把很多 有錢人的土地啊 房子啊 徵收給政府嘛 所以我們家當然很多東西 就被徵收過去了 那我爺爺 等一下 我爺爺的爸爸的爸爸 這樣聽得懂齁 我爺爺的爸爸的爸爸 就是在那一次 在那一次的文化大革命當中 就是被人家殺掉了這樣 所以我爺爺就帶著他們 一家 逃到 坐上船 然後逃到緬甸來 那之前他們 之前他們就有在緬甸經商 所以就 在這邊生根 然後就住了下來 那 我 他就遇到我奶奶嘛 然後就在那邊結婚 然後生了五個小孩 那接下來呢 就是到我爸 那 我爸是 呃 第二代華僑 對 那其實到了 到了我爸那一代之後 因為華僑 他們其實那邊很多嘛 華僑分兩個 兩個地方 一個是仰光 仰光那邊的華僑 他們通常是因為戰爭 可能是二戰 可能是 魔化大革命 然後可能是 那個國共內戰的時候 共產黨的那個 那個 宜君之類的 他們就會到緬甸的仰光 那另外一種呢 是雲南人 他們會到 曼德勒那邊去做生意 對 所以那 曼德勒那邊很多雲南人 那我們家是在仰光 那 其實到了這一 到我爸這一代的時候 他們其實對於中文 已經不太會寫了 他們可以講 可能可以簡單的講跟聽 可是寫已經不太會 所以我爸爸是到了台灣 才開始學寫中文 那 到了我唐妹這一代呢 他們是已經連 看 不會看 然後聽一點點 然後是完全不會講了 對 所以 對 對 我唐妹那一代 可能第三第四代的華僑 緬甸華僑來說 嗯 華人的身份 只是他們寫一種 寫原上的一個意義而已 已經沒有實質上的意義了這樣 會慢慢慢慢的被淡化 那 後來我爸爸 嗯 因為緬甸的時候政府 比較亂嘛 就是政治比較動亂一點 所以他就在28年前 然後就 來到台灣 所以 原本我爺爺是說 欸 讓他來然後 就是學習一下 然後之後可以回去再幫他的 房子廠的工作 那一個不小心要遇到我媽 然後一個不小心又生下了我們 所以就這樣子在28年 就一直到現在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還滿神奇 因為當我在看這些 就覺得說 欸文化大革命跟我有什麼關係 沒想到這麼深的關係這樣 所以 嗯 對 我覺得不只這件事情啊 因為 當我在做這個 這個 這個分享 準備這個講座的時候 其實我也發現到 其實我們生活當中 有很多很多的脈絡 是我們沒有去發現的 對 你真的要很仔細去看 才發現 哦原來 那些歷史課本上面的東西 跟我們不是那麼的 毫無關係的 好 那來分享一下 在緬甸生活 應該說仰光啦 因為我們比較常呆的 陽光 其他城市可能會有略略的不同 對 先分享仰光好 在仰光生活的一些日常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房子已經是 他們現在新的公寓了 對 那 他們現在公寓 像我們家那條街 其實 基本上滿多都已經 蓋成大概 最高大概有七層樓吧 七八層樓的公寓的 但是 很神奇的是他們沒有電梯 我們整條街 只有我們家看另外一家有電梯 但是房子都滿高的 所以他們就要爬樓梯上去 對 那在過去呢 免電 很多時候免電免電不用電 他們常常沒電 對 我們小時候回去 大概一天會停電至少一次 對 所以 有錢人一點點的家裡 他們就會有一些發電機 一門店就趕快 就開發電機 然後沒有錢的話就點蠟燭這樣 但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那 所以 但是他們還是習慣 就是走 就是走樓梯的 走樓梯比較安全一點 一方哪天都沒電嘛 所以我們家的邦又不敢搭電梯 就是他很怕哪天沒電 對 他搭電梯一定要別人陪他 好 好 那來講一下基本的穿搭 就是沙龍 那有看我今天這個嗎 對 這是我們這次去做的 我自己很喜歡的 一個沙龍 對 那在緬甸呢 這是他們的傳統服裝 那 其實我們也有 台灣也有傳統服裝嘛 只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穿了 但緬甸很特別的是 他們現在 基本上每個人 還是會在 還是會穿他們傳統的沙龍 那 雖然這個 他們的傳統服裝 中間經歷過英國的統治 但是他們神其實還是把它保留的很完整 這個文化保留的很完整 所以在路上常常看到 今天每個人 很多人都會穿沙龍 除非像我們這一輩 或在小一輩 年輕一點的 已經比較少了 對 那 沙龍的話 其實分成兩個 女生的話叫做特名 對 特名的話它是把那個結 綁在這邊 綁在邊邊 然後它的顏色會比較顯眼 你看這個 喔這是我同事拍的 他坐在後面 他之前去過緬甸 然後 拍的很多漂亮照片 因為我拍的沒那麼美色 就借 沒那麼美色就借他照片來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在 曼德勒 對不對 然後 你看到那個 他們身上的沙龍 都非常非常鮮艷 而且很好看 我就在想如果 這樣子的服裝 就是這個樣 這樣的顏色搭配 出現在台灣 好像有點違和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在那個國家 在那個城市 他們穿的服裝 就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也會越鮮艷 越好看 像台灣人都很喜歡 就我自己也是 很喜歡穿黑白灰 這三個顏色 可是像明天之間 基本上很少 看到有女生 會有身上會有這三個顏色 通常都是這樣子 很鮮艷的 對 那男生呢 男生的話呢 穿的叫龍肌 它的顏色會比較暗淡一點 然後它的結是綁在中間 就是大大的一個這樣 那我覺得最神奇的是 他們這些 他們這些的沙龍 他們沒有任何一個 對 沒有扣子 然後也沒有繩子 我真的作弊啦 我真的把它綁起來 不然我會掉 他們沒有任何的扣子 跟繩子 可是他們的沙龍 你扯它 是絕對扯不下來的 下次我爸穿 可以扯著看 真的扯不下來 很厲害 我姑姑也是 他們這個沙龍已經變成 他們身體的一部分了 像我姑姑他們 女生洗完澡 通常我們會圍浴巾 他們就圍沙龍 把他圍到這邊 然後就開始擦當中 然後弄弄弄弄弄弄 然後就去睡覺這樣 對 所以沙龍對他們來說是 生活的一部分 身體的一部分這樣 對 那 另外就是 你從沙龍可以看到 他們的身份 這群人 應該猜得出來是學生吧 緬甸呢 從全國呢 所有的學生 他們的服裝 他們的制服都長一樣 就是綠色的沙龍 跟白色的襯衫 那現在有一些 可能小學生 會有裙子啊 或者是褲子 比較方便運動等等 但基本上他們的 基本服裝就是 綠色的這樣 所以看到路上 只要是這樣穿的 就一定是學生 那另外呢 還有這種 藍色的話 藍色跟紅色的話 是護飾 對 然後還有 像他們連大學的學院 都是用顏色來分 像我唐妹 她是念工程學院的嘛 所以她的沙龍就是藍綠色的 很好看 對 那不同的學院不同的顏色 那如果你想買一個沙龍呢 也是ok的 在緬甸呢 不管是陽光 這是曼德勒 不管是緬甸還是陽光 呃 不然是陽光還是曼德勒 就是各個城市都有各種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布式 然後他們的布很便宜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這個 大概多少台幣 盤作喔 這是你要買布 然後請他們去加工 我猜猜看 大概多少台幣 100 100 這也沒有那麼賤價啦 550 550 好沒有大概300台幣 這樣一件 然後從你 大概從你挑 挑布然後 再做 那其實也跟布的材料有關係 如果你挑比較好 當然就比較貴 但是一般的話 像這種 我覺得 我們買來穿開心的 就是其實300塊就有一件還蠻好看的 而且我覺得挑布是很享受的事情 就是 每一攤的布 我覺得很少看到一模 很少看到一樣的 我不知道我們從那邊批來 就很少看到一模一樣 就是你在台灣有時候 你在看到批法 的地方 常常會覺得 欸怎麼這攤跟這攤的東西差不多 可是那邊真的很少 每一個都是 很獨一無二的這樣 所以 基本上 你會想說 欸不會有人就是 剛好也穿 自己也穿一個綠色的沙龍嗎 或是穿一個紅色的沙龍 不就很容易跟護士 或是跟學生搞混嗎 基本上這種事不太會發生 因為大家都喜歡穿很鮮艷很鮮艷的顏色 就算它單一顏色 它上面還是會有一些這樣子的繡花 這樣 好 所以就是像這樣 你可以去請他們幫忙做 那再來就是 Danaka Danaka的話是緬甸的 像是天然的美容聖品這樣 真的 Danaka是一種樹 那它的樹呢 只適合在那種比較乾乾 然後比較平伐的土地上生存 那緬甸呢 就大量種植 那當地的人呢 他就把那個樹乾 那個Danaka素其實還有花什麼都可以拿來使用 那它的樹乾呢 加水 然後把它放在那個石墨上面磨一磨 它的那個算是液體 對 那個東西 你就磨在臉上 然後就會有種防紋 然後又美白 然後又很清涼的一個效果 所以當地人非常非常喜歡塗 但基本上男生成年男子之後就不太會塗 只有小孩子跟女生才會塗 所以有種說法 就是說緬甸的女生比較不會得皮膚癌 或許跟這個有稍微一點點關係這樣 那他們Danaka磨髮但不只一種啊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是磨兩個臉頰 跟中間這樣一個 這是最常見的 然後再來就是會塗全臉的 然後或者是最特別你看那小女生 它是葉子的 這怎麼做呢 就是你把Danaka磨在葉子上 然後把它敷在臉上 就會有葉子的塗案了 很特別 所以有時候 我在陽光是很少看到 但是我看有些人講說 就是你會看小朋友的臉上 不同的塗案代表你媽媽用不用心 去幫他塗那個Danaka這樣 Danaka很容易掉嘛 所以有些人就會帶一個小小的 把它裝在那個小小的瓶子裡面 然後上班的時候抹一抹這樣 他們常抹 或是洗完澡的時候 洗完澡之後也要抹一點Danaka這樣 所以它又是保養品 然後又是 欸謝謝在這邊 對它又是保養品 它又是化妝品 就這樣小小的 然後加一點水這樣抹一抹 其實我覺得這超方便的 這個在那個緬甸的市 那個陽光的翁山市場 就有看到很多 或是比這個小一點點的也有 對所以你覺得 只是想要買 想要買來玩玩看的話 不用買這麼大的 買這樣小小的就可以玩 那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對 我覺得它真的蠻香 然後你看這個木頭它有不同的價格 對可以自己調 這叫是化妝保養一次滿足 好很盛錢 好那我來看一下這影片可不可以用喔 好不行 有沒有想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種人家希拉在幫我擦檔 哪看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檔案不太用 沒關係大家事情想像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在磨的那個時候畫面 好再來就是拖鞋 其實我今天有帶 我覺得緬甸的拖鞋真的 比那個哈瓦斯好穿太多了 真的大家去緬甸買就好了 不用再買哈瓦斯了 因為緬甸在緬甸呢 他們為什麼會很常穿拖鞋 就是因為 一個是熱嘛 但是其實泰國啊 新加坡啊 馬來西亞都很熱 為什麼只有緬甸人這麼愛穿拖鞋呢 就是因為他們 又講到信仰 因為他們常常 他們有多 伏偶 伺廟嘛 所以他們常常要進去 要 就是去拜拜這樣 可是 他們如果要脫襪要脫鞋 超麻煩的 所以他們就直接 乾脆穿拖鞋 就是 上班可以 上班可以穿 上學可以穿 然後 任何時間都可以穿 就連什麼時候也可以穿呢 就連 翁山書記 他在接見歐巴馬的時候 他也穿拖鞋 對 所以就說 拖鞋在緬甸是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一點都不會不禮貌 我忘記放一張圖片是 希拉蕊 他走在一群緬甸人的中間 旁邊都是緬甸的官員 所有人都穿拖鞋 只有希拉蕊一個人沒有穿拖鞋 那不是上當 但緬甸的拖鞋很特別的是 他這個 底啊 是橡膠的 然後他這個 布是天鵝絨 就拆起來真的超級舒服的 有機會你們去緬甸 一定要買一雙 對 又很便宜 對啊 那再來就是 鳥類超多 怕鳥的人絕對不要 你還要最強 因為真的很可怕 不是 我是覺得還好 只是你知道 鳥類跟人類 就像是和平共處在同一個馬路上 我覺得非常神奇 再來 這是 一般的大馬路 他不是像可能 我們中正紀念堂 或是什麼公園有 鴨子就算 只是直接在大馬路上 然後鴨子就很安逸的 停在那個 那個電線桿上面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的 因為緬甸呢 有很多像這樣子的攤販 就是 大概就是那種女人跟小孩 他們就會 帶著一個大桶子 然後裡面有像 各種不同的痘痘 對 然後就是給他們吃的飼料這樣 就這樣一個一個放在木板上 然後三個我記得是一千免幣 大概三個 一千免幣大概 二十幾塊三十台幣而已 很便宜 對 然後我們就會去買一罐 然後沒有餵鴨子在玩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在路邊賣 對 然後就呈現這樣的畫面 哈哈 其實是有點可怕對不對 但我覺得很苦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我一直以為這個東西是專門給小孩 或是觀光客去體驗用的 但是我發現其實很多緬甸的路人 他們會去買這個 就是 所謂的鴿子的飼料 然後去餵鴿子 就像我常常看到有一些阿姨啊 她就可能買菜買買 然後經過 我不知道他們是 以一種想要幫助那些 婦女的心態 還是想要餵鴿子的心態 總而言之 他們就買了三罐之後 這樣很大辣辣 這樣灑灑灑 然後就這樣子 鴿子就很多飛下來吃 不像我們都一顆一顆這樣子 餵他這樣 還要等他停過來 沒有 他們就是很大辣 就是要餵他們吃 對 所以我覺得 緬甸人布施的這個習慣 其實在這邊也可以略直一二這樣 好 那這是 烏鴦 這邊看到很多就算了 其實這個葉子上啊 全部都是烏鴦 超可怕的 所以在緬甸 在陽光裡很容易被鳥屬遞到 對 我們家發生過好幾次了 對自己也好自我吃 好 那再來一個就是 小鮮影在路上會撞到繩子 你知道什麼東西嗎 旁邊有看到嗎 就是 就是 有一個 藍藍的繩子下面有個很大的夾子 就是電鈴 對 不用電的電鈴 因為你知道 很常停電嘛 所以你 基本上你要 避開所有一切 會需要用到電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非常聰明的方法 他們就在那個陽台 放一個鈴鐺 然後掛一條繩子 下面有可能要帶一隻 一個大夾子 所以當有人在找他的時候 就這樣拉一拉 他樓上就知道 就是 發揮了電鈴的作用 他另外的作用就是 如果有信件 他也不用爬樓梯 他就拉一拉 然後把信夾在上面 就可以拿上去了 或者是你要買 樓下剛好有那個小販 那個 有人在賣什麼 賣那個小麵 麵啊之類的 你就說 欸欸欸欸 然後他們說 你要什麼 然後就把東西這樣夾上去 然後把錢夾上來 超方便的欸 你完全不用下樓 就是直接送上人 對 那旁邊這個人 就是他在叫樓上的人 他在拉那個門鈴 但我們家沒有這個 因為我爺爺覺得這個是 很破壞美觀 所以我們家 所以我們家 沒有我們家沒有電鈴 然後也沒有這個繩子 所以我們要回家怎麼辦 就是希望 假電話有人接這樣 對 好 那再來問一下 請問大家你星期幾出生 星期一 有人知道 有人 誰記得啊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對 在緬甸你隨便問一個人 他一定知道他星期幾出生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星期幾出生 跟他的生肖息息相關 在台 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每一年不同的生肖 他是每一個星期都有不同的生肖 一個總共有八個生肖 為什麼會有八個呢 因為 因為 禮拜三分成上午出生跟下午出生 所以你數了生肖 上午出生你數的是 是有牙齒的大象 那如果你下午出生 你數的是沒有牙齒的大象 你要搞清楚 懂嗎 對 然後 他的生肖有什麼 我看一下喔 有 星期一的話就是老虎 星期二的話就是獅子 那星期三的話就是大象 兩種不同的大象 星期四的話就是老鼠 星期五是天竹鼠 品種不一樣 星期六的話是龍 然後星期天是冒統一 這樣 所以你數什麼 你星期幾數生跟你生肖息其實相關之外 跟你的名字很有關係 對 好 再來 米貴姓 緬甸人你覺得是跟父 跟爸爸姓還是跟媽媽姓 媽媽 還有咧 沒有 其實緬甸人沒有姓 緬甸人只有名字 他們沒有姓 像翁山蘇姬 看錯吧 翁山蘇姬 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他爸爸 他爸爸是翁山將軍嗎 翁山就是他們家的姓 他們姓翁山 不是 翁山是他爸爸的名字 那蘇姬呢 蘇姬就可能是 他那個 可能跟他出生 或是跟他的星座有關係 所以他不是姓翁山名蘇姬 他就叫我翁山蘇姬 他的名字就是四個字 就這樣 很特別吧 對 那你每一天出生 每一個 對你每一天出生 都會有不同的相對應的 緬文的字母 像星期一的話 你就是屬老虎嘛 那你會有這些 我不會念得的字母 對 所以 在取名的時候 就跟你的生肖 跟你出生的日期 然後會用這些字母 去拼湊你的名字 去冰神拼神的名字這樣 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說姓的話 其實緬甸人也是有姓的 因為像國際上 很多時候會稱什麼 緬甸有些總理 姓吳什麼 吳什麼 為什麼緬甸的一些 長輩級的人物都姓吳 其實他不是姓吳 那其實是他的尊稱 好 像緬甸呢 如果你真的要說的話 他的 姓一輩子會換兩到三個 女生的話會有兩個 像翁山蘇姬 他年輕的時候呢 就叫馬翁山蘇姬 那他自稱可能叫馬翁 就是簡稱馬馬翁 那 他到年長到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大家就會稱他叫做 斗 斗 翁山蘇姬 所以這是他的 準稱 那在緬甸你很少聽到別人 就直接稱呼人家的名譽 就是你一定會 呃 前面會加一個像是敬語的 那 很多時候像我們不懂他們的文化的話 就會覺得 噢那個敬語就是他們的姓氏 那其實那算是一個敬語這樣 好 那我來看一下我們家的名字 好 我也的話叫做 醒釘 對不對 醒釘 好前面那個 就是他的尊稱 就是他的名字 那男男的話叫 銀銀怒 對 銀銀怒 所以他前面那個 就是他的尊稱 就是 對 就是他的名字 好 那我們家有五個 姑姑跟 叔叔 像我爸爸的話是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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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難唸了 通 對 然後再來我姑姑的話是 大姑的話是 耶耶 AA頂 AA頂 好我不唸了 AA頂 就是直接麥克風給爸爸好了 AA頂 對 好 然後發現那個頂跟我那個爺爺的頂 是一樣的嗎 因為頂頂他 不是頂頂 我爺爺 我爺爺 我爺爺他的那個 中文名字叫 生真 所以他可能這樣翻 音譯成緬文的話就是 心頂嘛 那 在緬甸他們取名 除了是從 爸爸的名字 結一個字 然後加你的生日啊 什麼拼湊成你的名字 之外還會有其他的 不同的方法 那像我們家的話 我覺得可能跟華人有關係 所以他就用那個頂 去做成 不是做成 就是 嗯 取名 取名為像我堂妹 我堂妹會叫叔叔頂 也是頂 然後姑姑是AA頂 也是頂 然後我的姑姑們也是 後面都有個頂字這樣 所以 雖然你看名字 沒辦法直接聯想到 他們之間有任何的血緣關係 可是你 有些 有些沒辦法直接 可是有些還是可以 那有人就是說 對於緬甸人來說 嗯 跟 跟 跟家裡的血緣關係的重要性 不 不 不急於就是 他們寧願用星座啊 用生肖啊 用一些命理方面的 一些 字去命名 然後也比較不會用家裡的人去命名這樣 那我叫什麼名字 其實這應該是綽號啦 秋秋雞 因為我的中文的那個小名叫糖糖 那秋秋在緬文就是甜很甜啊糖果的意思 那雞的話就是大 那我妹叫雷 秋秋 雷就是小 對 就是妹妹的意思這樣 所以 基本上沒有人叫我這個名字 但是 我覺得應該是取好玩的 對不對 好 那再來看一下緬文 我覺得緬文很可愛 就是 你要學 你要學緬緬文之前 你要先學會畫圈圈 不然就會把它寫得很醜 這是真的 因為我 我真的不會畫圈圈 但是我那時候在看我糖妹寫字的時候 就覺得她寫字像畫畫一樣 好漂亮喔 就是她的圈都畫得超美 就是真的跟這樣 圓的 你去寫一次你就知道 其實這個圈真的很難畫 超難畫的 對 而且很像那個 在看那個勢力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 左邊右邊那個 對 那 旁邊這個一大坨的 就是大家看過就好 最重要的是這個 你看得到嗎 看到嗎 就是 0到9 就是數字 因為在仰光路上有時候 他們不一定會用那個 阿拉伯數字 阿拉伯數字去寫 有時候是用緬文 所以你要看一下 你看 我覺得1 012還好 你看3跟4就很容易搞混吧 我每次都搞混 到底是先 到底是要轉右邊還是轉左邊 然後更不用說那個5、6跟9 仔細看一下那個5、6跟9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6跟9是這樣顛倒 可是那個寫法真的是超厲害的 等一下可以請教我爸一下 我覺得真的太困難 但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很有趣 所以我在緬甸的時候 有稍微練習了一下 但你知道這種東西沒有練 就很容易忘記 對 對 好 那再來看看鈔票 鈔票的話 他們鈔票上有一隻獅子 那個獅子就是他們的算是聖物這樣 對 就是他們的廟宇門口都會放那兩隻金色的獅子 然後還有白大象 對 還有白大象 那他們的鈔票呢 最小面額是50 然後最大的話是1萬 好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新鈔跟舊鈔的差別 如果你在緬甸 你拿到一張新鈔 請不要花掉 把它保存下來 這個很珍貴 你知道嗎 很少很少 因為旁邊這個是我們 在零壓歲前的時候 拿到的新鈔 那右邊這個是我們去換到的時候 就是平常用的舊鈔 而且你不要想說你舊 你的鈔票 會不會要可以就是 把舊的給人家 會換一張新鈔票 你會越換越舊 人家會想把舊的給你 然後就看你比誰的舊 所以我才說 如果你去緬甸玩 新鈔 留下來做紀念 好 再來的話 16歲就可以上大學 在我們這邊大概19歲上大學吧 在緬甸的話 就16歲再上大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5歲就開始讀一年級了 那他們總共是10個年級 他們沒有分什麼國小 國中跟高中 他就是一年級 讀到十年級 然後就念大學 那大學的話 也是要考大學 然後也是分發這樣 對 那他們很有趣的是 嗯 雖然 他們不只是制服 是綠色 他們連那個 學校都會是七成綠綠的 所以很好認 哪邊是學校 你看一片綠的那是學校 這樣 而且這個學校很可愛 他那邊是一些市場 還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站在門口 就看到他們 在那邊唱國歌 因為他們要下課了 他就想要唱國歌 才可以放學這樣 很可愛 所以大家經過那邊 而且他們教室就在 他們教室的門窗 就是 怎麼講呢 就你打開門 打開窗戶 後面就是大馬路 對 你懂嗎 就是可能這是牆壁 然後這邊有個窗戶 那個小朋友打開窗戶 外面就是大馬路 對 所以他沒有那種 隔很遠的那種校園 很少 像這個就是這樣 我們那天經過的 想說這什麼地方啊 然後我爸就說這他的國小 然後是喔 看起來蠻特別的 就是對 全部都綠色之外 也是蠻昏暗的 可能那時候我已經下課了 然後小朋友在裡面玩 在等著放學 然後我們在拍拍拍的時候 就有兩個 應該算是印度籍的吧 小女生就跑出來 然後我就說你要拍照嗎 打包亞打包亞 然後 然後就跑出來 然後跟我拍照 這樣 又很可愛 好 順便說一下 就是在緬甸你要學會一個字 叫做打包亞 打包亞就是拍照 因為 可能在歐洲 你拍路人 他們可能會生氣 可是在緬甸你拍路人 他們很開心 也很樂意讓你拍 所以我們喜歡 就是在路上拍那些小朋友啊 什麼都很開心 都不會覺得你觸犯到他 或者是像一些路人 你講說打包亞 然後他就好好好 然後就跟你拍照 然後就覺得很有趣 就算他 我只會講這句話 可是 就是感覺還蠻好玩的 那來講要吃的 我覺得免電東西 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們 還沒有吃過的話 隔壁有一條滑心街 就是可以去走一走這樣 好 先插插看 這個白白是什麼 野奶 西米露 牛奶 好答對了 這是牛奶 好 先看到這個 左邊這張圖喔 他右邊這個 大很多很多人在吃飯的地方 這是夜市 那左邊那是什麼呢 左邊是大馬路 這多大馬路 有點像那種 市民大道那種 就是車超級多的那種馬路 對 然後他在這邊 煮牛奶 呵呵 然後另外一邊什麼 另外一邊也是 快速道路 就是那種大貨車走的那種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牛奶 不知道餐雜什麼東西 但沒有關係 我還是放心吃 因為我在那邊床 沒有拉過肚子 對 那這個牛奶很特別 看到旁邊那個黃黃的嗎 那不是砂糖喔 這是生雞蛋 對 他怎麼怎麼喝呢 就是你要拿一杯熱牛奶 然後打一顆雞蛋進去 然後攪一攪直接喝 這個聽起來很有心 可是真的很好喝 那我故障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 你只要生病 你喝一杯你就不會好 就好了 不好意思 我就會好 就好 你只要你生病 然後你喝一杯 你的病就會好 那如果你沒有生病 你喝了你就不會生病 我是不太知道他說這句話的可信 但是我相信他們一定 一定很 這一定是一個很棒的飲料 這樣 對 因為他們還蠻喜歡喝 雖然是我這次是第一次喝 對 那有機會你去 有看到的話可以喝喝看 好 那再來就是非常好喝的緬甸奶茶 大家有喝到嗎 有 有人沒喝到 都有齁 有覺得很甜嗎 有 這就是緬甸奶茶 我那時候在喝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應該算是一個非常可以喝甜 吃甜食的人 我是螞蟻級的那種 可是那我在喝這邊的奶茶 我喝到第二口 我就說可以加熱水嗎 真的太甜了 可是很神奇的是 緬甸奶茶你一加熱水 你把它沖淡 你就覺得那個味道不對 他就是要喝很甜 才叫做緬甸奶茶 對 不然就可以喝喝奶茶 因為像我平常在 泡那個奶茶的時候 我之前會 這瓶水 然後我會把它泡滿 然後我就覺得很淡很淡 然後我就水就放越少 就放越少 然後之後只放掉一點點 我就覺得這個味道才對 對 所以你在緬甸喝奶茶 因為它都小小一杯 就兩口就把它喝完這樣 所以 就算你覺得很甜 也盡量把它喝掉 這才是道地的原味的緬甸奶茶 好 那特別的是 緬甸奶茶還可以加油條 早餐的時候 我們是吃 豆漿配油條 他們是 油條配奶茶 對 就沾著這樣吃 其實也很好吃 可以試試看 那通常他們奶茶都是熱的 我基本上早上還比較少喝到冰的奶茶 那再來就是緬甸的招牌菜 也是我們家的招牌菜 就是 萌音嘎魚湯麵這樣 對 萌音嘎是 緬文 緬文的魚湯麵的意思 那它雖然是魚湯麵 可是你在裡面 你在吃完全不會吃到任何一個魚肉 或是魚刺 它已經把那個肉已經融化 不是融化 已經燉煮在那個湯裡面 這樣 已經跟這個湯融為一體了 那你可以加這個炸豆餅 然後檸檬 辣椒粉 蛋跟香菜 這樣拌著一起吃 超好吃 對 有來我們家吃過就知道齁 好 下次歡迎在我們家吃 我爸很願意煮跟大家吃 先幫他答應 好 然後再來是茶葉涼拌 茶葉涼拌也好好吃 什麼都很好吃 它的話你可以吃辣的 也可以吃不辣的 那 就是它的茶葉有點像是發酵過的那種 會皺皺的 然後濕濕的 那通常是會賣一包 茶葉兩半 然後再加豆豆啊 然後加芝麻 然後加一些 對 花生 然後或是番茄 檸檬這樣 拌著這樣一起吃 然後你就拌飯一起吃 在緬甸很多時候就是 你一碗茶葉兩半 然後加一個白飯 然後我們就用手抓嘛 這樣抓點這樣 抓著抓著吃這樣 就是一餐就這樣結束了 好 那各類的炸物 我平常也是非常喜歡吃炸物的 所以我到緬甸的時候很開心 但是不能在我阿公面前吃 因為他會罵人 所以 他覺得這些東西油都不乾淨 但事實上油真的是不乾淨 但是你吃東西你就不要想那麼多 想那麼多你就不用去了 對 因為 其實我沒有拍到那個炸 他的那個油真是黑到 我真的是 從沒有看過這麼黑的油耶 超厲害的 可是這樣看起來就是很好吃 他說 嗯 可能大家都練就了一個很好的胃 所以你在那邊吃東西就 就放心吃吧 帶個胃腰就好了 對 那他炸的話有炸蒲瓜 然後有炸那種 三角形的 然後裡面會放那個咖哩 咖哩雞 然後或者是一些豆餅啊 然後各式各樣 你想到東西都可以炸 這樣 那另外那個我很喜歡的 翻成中文叫 夫妻餅 他有點像是車輪餅 然後他就是 就是兩個 兩個半圓形的 然後裡面會加那個豆豆 我很喜歡吃那個豆豆 然後把它夾在一起 然後這樣小小一包 大概十塊台幣 就有大概十五個二十個吧 這樣很便宜 然後很好吃 有機會的話在路上看到這個 你可以買一袋 再來甜點 有各式各樣的甜點 但是呢 奉勸大家你在吃甜點的時候 就不要再配奶茶了 因為你知道嗎 甜點也很甜 奶茶也很甜 真的 超甜的 就是一個吃很甜的地方 所以你在吃甜點的時候 你最好帶一杯黑咖啡 或者是自己泡的那個茶葉 或是水這樣子 那他甜點有各式各樣的 顏色 對 像這個 旁邊這個五彩的 其實我才知道 他是用什麼東西做成 好像果凍的口感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旁邊 他很像湯圓 但裡面的話是包 那個黑糖 一顆黑糖 這樣包著 那當然你在緬甸的街上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可能叫不出來名字的甜點 那你覺得他長得可愛 你就拿來看 來試試看 然後要多嘗試 然後再來這個東西 嗯 是滷味嗎 可以這樣講他吧 這個的話是我同事要去拍來的 我是我在 我吃我看過 但是我沒有吃過 對 那的話就是有點像 這樣一串一串 就想要吃什麼 就坐在旁邊這樣拿起來吃 然後那個湯 就滷味湯也是可以這樣喝的這樣 那 我要告訴說不乾淨啊 但是 我覺得 就可以試試看 還是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緬甸 因為緬甸有很多個民族 然後再加上他有些外來的 像是那個印度 然後雲南人 所以也會有一些 他們的特色料理這樣 這還想要緬甸的甩餅 通常我們叫這個叫巴拉達 巴拉達 對 那他的話可以加點糖 他去炸的那種 然後就像我們的蔥油餅 可是裡面沒有蔥 你就把它撕 撕一塊一塊 然後把它抓著那個糖這樣直接吃 或是抓著那個鹹鹹的痘痘啊 或者是咖哩 就這樣這樣直接吃 就是小點心 然後再來就是我最愛的印度烤餅 這叫南鰭 對 南鰭的話在華興街 有好多家都有買 那其實就是 把它打在那烤爐上 然後烤出來之後 如果你要吃甜的 他就會好不手軟的 幫你加非常多的奶油 跟非常多的砂糖 你就吃吧 很好吃 這還很甜 然後如果你不喜歡吃甜的話 你可以加這個痘痘 我不太知道它正確的名字 如果叫痘痘 就是你看到 在緬甸看到這個 你就點它 因為很好吃 那就把它加 加在那個餅裡面 然後包著這樣直接吃 這是一個早餐 然後另外有很多種不同的吃法 像它烤餅就有大的小的軟的 然後各種不一樣的做法 那咖哩 這全部都是咖哩喔 各種不同的印度咖哩 因為緬甸其實還蠻多印度人的 所以你可以吃到很道地的印度咖哩 那這也是在曼德勒他們的那個 嗯 咬路邊攤 對 另外就是豌豆粉 想想這個 豌豆粉 我覺得就是 有點像 嗯 一般的乾麵 那種感覺 然後有點鹹鹹的 然後就是小小的小零食這樣 那很特別的是 他們通常這樣賣啊 就是挑一個蛋子這樣 然後它的椅子就用拿在手上 然後東西都用放在上面 然後就這樣挑著 所以隨 隨 各個地方都可以是你的那個 擺攤的地方這樣 他們不會抓你 在那邊擺攤 那 再來就是我們家的家常菜 好就是 嗯 這個湯還蠻特別的 這是秋葵 然後它會 加 一種酸酸辣辣的感覺 羅旺子 羅旺子 對 酸酸辣辣的這樣 然後一種湯 然後特別要講的是 在緬甸的飯真的很好吃 像台灣的飯都是圓圓的嘛 然後黏黏的 然後 比較飽滿一點 那每天的話 他們泰國米 就是像細細的乾乾的 可是呢 就粒粒分明 然後這樣 如果他們要抓飯的話 這樣抓一坨 然後也很好抓 這樣 所以有機會去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抓飯喔 只是真的不容易 你要抓到就是 你手不會沾到任何一粒飯 然後那一坨飯 可以一口這樣塞進去 這是一個技巧 我學不來 好 那最後呢 講到一些生活功能 可不可錯過的景點 那 其實這邊的話 我用了很多我同事的圖片 因為像 其他的城市 我小時候去破 但是其實 都是我在國小 或是更小 三四歲的時候 我已經印象很淺了 對 所以可能就是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其實緬甸真的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他現在 他在去年吧 對 他在今年 被那個 孤獨星球被評選為全球最值得去的國家之一 一千十名 對 所以可以知道 當他慢慢被開 當他慢慢開放的時候 他有很多很多的人 想去那邊看看 想去看他那個神 一階他的神秘面紗 那 也知道就是 當越來越多現代化的東西進去之後 他原本的樣子 就會慢慢的淡掉了 這是難免的 我相信是難免的 所以才說 為什麼旅行要趁早 就是 有時候 嗯 有些他原本 存在的原始的東西 是觀光客 很想要看 想要去追尋的 可是當地人會覺得說 這是 我們想要越來越進步啊 像我們的家 可能越 就從一般的 舊舊的房子 蓋成高樓 他對我們來說會覺得好可惜喔 可是對他們來說是 我們換了一個新家 我們生活越來越好了 對 所以 嗯 就像是 可能像威尼斯 他們也慢慢 就是 水溫慢慢 水溫慢慢上升 然後可能 這個城市很快就會 之後也許有一天就會不見了 那我覺得更多的是像 碾電 像陽光 從我以前回去到現在 他其實也一直一直在改變 從車上沒有 從路上沒有什麼車 到現在我們 每一天都在塞車 每一天都在塞車 然後每一家門口 原本都是空曠的 你可以隨便進去的 可是現在每一家門口 都停滿了 各小小的轎車 或者是 很多的人 像現在年輕人 已經慢慢的不願意 穿骰龍 不願意擦桑仔卡 那這個文化 是不是有一天就會慢慢的 消失就會不見 那為什麼說要趁早 就是趁著他還在的時候 就是趁著他還在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阻止他消失 就是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選擇 那既然不能阻止他們消失 那我們就早點去看 早點去享受 我們所想要看的這個 不一樣的世界這樣 好 那這些景點像 第一個就是最有名的 陽光大金塔 這個金塔它 旁邊的那個 全部都是金箔 你看那個 從塔頂到旁邊 全部都是真正的金子 這些不是政府去花錢蓋 都是人民它 一塊一塊一塊錢 所奉獻出來 所蓋的 的一個金塔這樣 那它 目前的含金量 我記得是60噸 60萬噸這樣 還是60噸 船上它可以吃東西 然後會有一些 專門給觀光客的 一些在地的表演 所以有一些旅行團 會去這個地方 但我覺得 裡面太貴了 那我們可以去旁邊看一看 旁邊的話它會有一些 那個 餐廳 道地的餐廳 就可以在湖辦 然後看 看這個湖 然後尤其是它 落日的時候特別漂亮 那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是吃完飯剛好出來 看到那個湖 跟遠方的大金塔 在發亮 然後剛好還有那個下雪月 我就覺得 嗯 很美 好 那再來就是 最有名的普甘 普甘呢 它在緬甸的 上 大概中部吧 中部那邊 它應該算是 僅次於大金塔 最最有名的一個地方 那它 除了 是全球 就是最適合看 那個熱氣球的景點之一之外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佛塔 它總共有5555座佛塔 對很多 那它在過去也是 算是那種古老王朝 古老到可能幾千年前那種 古老的王朝 就蓋在這個地方 對 所以 有機會去那邊的話 你除了看佛塔 那一定要試試看 做熱氣球 它熱氣球有點貴 大概做一次要一萬多台幣 嗯 價格不費 嘿嘿 但如果你沒有錢沒關係 你就爬上那個佛塔 去看那個熱氣球的美景 也很漂亮 對 然後 而且跟著 跟著不同 跟著太陽 就是太陽會這樣齊齊落落嘛 然後它不管是日出看日落看 或是你正中午看 它都有不同的樣子 所以有些喜歡拍照的人 你可以去上面 找找 看不同的角度 然後去拍不一樣的普甘這樣 然後這是普甘的廟 然後再來的話 這是藍鷹湖 藍鷹湖的話 最特別的是他們 英來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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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特別的話是有那個漁船 可以去看人家捕魚 然後它是用一隻腳滑船 就是它 一隻腳會站在那個船上 然後另外一隻腳會勾著那個船槳滑船 這樣它比較熟 就可以方便這樣捕魚 那 據說呢 像這樣子 如果看到這樣子的漁網 它就是專門給觀光客看的一些表演 那真正的當地人民 他們在捕魚的時候 其實是用那種大的 就是一般的大的漁網這樣 那再來的話 就是他們的那叫甘蘭式建築 對 那我記得的話 是說在這個湖旁邊 現在有七家是 七家飯店 是有像這樣子的一個住宿 可以這樣子住 所以你可以去訂訂看 有機會可以去訂訂看 看可不可以住在那個湖畔 然後這樣湖畔 早上起來就會看到那個湖很漂亮這樣 那另外就是瓦城 那瓦城的話 有個非常特別的東西叫做 千人聖飯 聖飯 對 那因為他們有很多人會去那邊 就是學 學佛嗎 應該這樣講嗎 對 去那邊學佛 所以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就是一個壯觀的畫面 在旁邊那個觀光客 在旁邊看 然後很多 朝聖的人啊 也會在旁邊 然後給那些和 那些和尚的一些錢啊 或是一些食物這樣子 所以 這個畫面是 寡成很經典的一個畫面 然後再來就是幼木橋 幼木橋的話 它是全世界最長的一個 全世界最長的幼木橋 然後它來回走 記得 看資料應該是要一個小時 對不對 不用一個小時 多久半個小時 半小時 來回大概半個小時 那上面的話不能有 就不能給車子過 因為它很垂弱 所以只能用 不是垂弱 就是因為它是木頭 所以大車不能過 只能腳踏車或是人這樣走過這樣 所以 這也是 非常非常漂亮的 有機會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我小時候去 去過一次 但是那時候我四歲的事情 我看到照片才知道我去過這個地方 對 好 講到這邊的最後 也差不多要結束了 對 那我想說 嗯 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相信大家 從 對緬甸的印象可能 一點點 然後剛剛經過這一個半小時 可能有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想像跟想法 那其實 那其實 這真的是一個很值得你移去的地方 對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買一張機票 就可以去走走看 那現在其實那邊 觀光 雖然沒有像日本啊 沒有像韓國 這樣那麼的發達 但是我覺得 也沒有到那麼那麼的落後了 就是你要用 英文也可以通了 然後很多地方你搭 觀光巴士 搭巴士也可以到了 對 所以 有機會的話去看一看 我相信一定會有很棒的收穫 那希望有一天就是 你們也可以 找到 所謂 就是你們可以對於緬甸到底有什麼 這個 這一句話 這個問句呢 可以有不一樣的詮釋 跟我不一樣的詮釋 跟不一樣的一些想法這樣 好 那最後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小小的影片 但這個影片呢 直播的不好意思 我們不可以播出 因為這是人家比賽要的看的 比賽的影片 所以呢 只有現場的朋友可以看 所以 那這邊直播的話 我們就要先跟大家拜拜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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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